Hello大家好,我已经很久没有拍任何影片了 因为最近真的很忙 可是今天刚好有一点时间 所以觉得可以拍影片为了解释 我新的直播课程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一直问 然后我觉得应该也有一些人不太懂 也是因为新的也蛮新的课程 然后新的系统 因为以前也没有做过 所以就是为了解释给大家 懂一下理解一下 这个到底我在做什么 我的直播课程呢 这个就是会在Facebook开课 可是你知道是平常 如果我用YouTube或者Facebook直播的话 这个是谁都可以看得到嘛 可是不一样的点呢 这个新的直播课程就是 我会在一个Facebook开一个新的组 然后这个group呢 它是private group 所以是我一定要把你加在那个group里面 你才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 然后我会在那个group里面 是有可能会发一些讲义啊 然后练习题啊 或者大家在讨论 或者大家要看影片什么这些 一定是要在group里面的人才会看得到 不是跟我外面的group或者在普通的课上 就是那个是谁都可以看得到嘛 这个就不一样 所以就是先要报名 然后我们就是谈好 就是有几堂课什么之类的 就是要看你报名什么课 现在就是有三种课程嘛 第一个就是泰文文字 就是会教你要怎么写 这些泰文的文字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跟文法有关系 然后也有两种是会泰文字和不会泰文字 差别就是会泰文字 我就用全不用泰文写的 然后用不会泰文字 就是用英文的那个和语拼音什么之类的写 拼字给你看 然后也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如果你觉得中文比较好 你们语气中文可以报名中文版的 不然会用英文代课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会画 会画课程也是一样 有英文版 就是用英文上课 和中文版就是用中文上课嘛 中文版和英文版也会在分两堂 就是有会泰文字和不会泰文字 然后刚刚就讲泰文字 就是用泰文字写的嘛 所以如果你说你是初级 然后母语是中文 然后泰文字都不会 如果你三个都想报名的话 你就要分开报名三个课程 就是有什么初级泰文字 初级会画课程 初级泰文文法之类的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问我 然后有一些人说 老师可是我不是在台湾 或者我不在台中什么的 因为它是线上课程 你在选世界哪里有网络 你都可以上课 然后如果你不是在台湾的话 我也有好几个方法 可以给你汇钱给我啦 就是有PayPal啊 有什么Waysson Union啊 如果你在泰国 我也有泰国的账号 如果你在台湾 就是一定会有台湾的账号 因为我平常是住台湾嘛 就是这样子 可是除了你觉得 其实你不是初级 你现在已经是中级高级 我觉得中级高级的 我会建议你可以上 一对一的课的啦 因为这个是你可以真的跟我讨论 然后一对一上课呢 也有连种 一个就是线上 线上就是有可能是用 Skype或者Live Video Call 然后面对面也可以 就是要约在 中国一附近台中的咖啡厅 你这类的平常上课就用这个方法 然后呢 就是要讲的重点 OK大部分很多人就会以为是 一对一和 就是线上班的那种课程 所以 价格会一样 可是这个应该你就是要理解一些 是一对一 因为我要花时间为了帮你准备课程 只有给你一个人嘛 所以价格就会比较贵 可是你也是有时间和机会跟我安排 你要上什么样的东西 要上什么样的课 我就会帮你准备 你想上 关于什么的学世界 你想学什么 要用泰文代课 我都可以教的 可是如果你要上那种 班级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要第一个礼拜上这个 第二个礼拜上这个 你就是要这样上 因为大家是跟你喜上 就很多人嘛 就是 你要 真的想要自己学的东西 就会建议你上初级 不管中级高级都可以 可是一对一的课程 可是如果你觉得 你是觉得OK 可以跟大家一起上课 有人跟你讨论这样子 那你 我觉得也像 那种线上班级比较好 因为这样 价格也比较便宜 然后你还可以有 就是 一直复习看理由 这样子 所以今天就是想跟你们 解释这个事情 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 到底 线上的课是什么 然后一对一见面 那个是什么 在哪里上课 然后线上的课怎么可以复习 就是因为你可以一直看影片 因为直播完的时候 这个影片会留在组里面 所以你可以一直重复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报名哦 不然就是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随时问我 好啦 今天就这样子咯 拜拜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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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